耶利米書第四十章 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猶大被老到巴比倫的人中 護衛長尼布薩拉旦將他從拉馬釋放以後 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 護衛長將耶利米叫來,對他說 耶和華你的神曾說要降者和與此地 耶和華使者和臨到 照他所說的行了 因為你們得罪耶和華 沒有聽從他的話 所以這是臨到你們 現在我解開你手上的鏈子 你若看與我同往巴比倫去好 就可以去,我必厚待你 你若看與我同往巴比倫去不好 就不必去 看呀,全地在你面前 你以為哪裏美好,哪裏俠儀 只管上哪裏去罷 耶利米還沒有回去 護衛長說 你可以回到沙番的孫子 以阿希金的兒子機帶你那裏去 現在巴比倫皇立他作猶大成一的省長 你可以在他那裏住在民中 不然,你看哪裏合宜 就可以上哪裏去 於是護衛長送他糧食和禮物 釋放他去了 耶利米就到米斯巴見阿希金的兒子機帶你 在他那裏住在境內盛下的民中 在田野的一切軍長和屬他們的人 聽見巴比倫皇立了阿希金的兒子機帶你作境內的省長 並將沒有老到巴比倫的男人、婦女、孩童和境內極窮的人全交給他 於是軍長尼探雅的兒子以實馬利 加利亞的兩個兒子約哈蘭和約拿丹 丹戶滅的兒子西萊雅 並尼陀法人以匪的眾子 馬家人的兒子耶撒尼亞和屬他們的人 都到米斯巴見基帶來 沙番的孫子阿希金的兒子基帶來 向他們和屬他們的人起誓說 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 只管住在這地服侍巴比倫皇 就可以得福 至於我 我要住在米斯巴 自後那到我們這裏來的加勒底人 只是你們當即速走 由和夏天的果子 收在器皿裡 住在你們所佔的成一中 在摩押地和亞門人中 在以東地和各國的一切猶大人 聽見巴比倫皇樓下歇猶大人 並立沙番的孫子阿希金的兒子基帶來管理他們 這一切猶大人 就從所趕到的各處回來 都由大地的米斯巴基帶來那裏 又積蓄了許多的酒並夏天的果子 加勒底兒子若哈蘭和在田野的一切君長 來到米斯巴見基帶來 對他說 亞門人的王巴利斯打法來探雅的兒子 以實馬來來要你的命 你知道嗎? 亞希金的兒子基帶來卻不信他們的話 加勒底兒子若哈蘭在米斯巴 加勒斯夏對基帶來說 求你容我去殺尼探雅的兒子 以實馬來 必無人知道 何必讓他要你的命 只聚集到你 這裏來的猶大人都分散 以至猶大聖下的人都滅亡呢? 亞希金的兒子基帶來對 加勒雅的兒子若哈蘭說 你不可行這時 你所論以實馬利的話是假的 是絕對給予阶修 加勒雅的兒子 超級盈ife